影响经济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天灾 台湾历经了凯米重创 善后如火如荼 而在中国呢 你看到他登陆上去之后 威力十足惊人 毛泽东家乡 湖南湘潭 江水溃蹄 山坡滑落 冲进民宅 淹了好几十个人 圣地告急了 整个中国媒体登上了头条 极端天气肆虐 连圣地都无法倖免 经济不好 现在灾情又来搅局 没想到呢 中国前领导人 也是他们的第一任领导人 毛泽东的家乡 湖南湘潭市的湘潭县 你从空中空拍的画面 你会发现 已经全部出现了 水湘泽国水淹湘潭的 这样的一个灾情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要回推到 上礼拜六日 他们有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支流 就湘江第一大支流捐水 没想到这个捐水呢 竟然超出了它历史史上最高水位 所以呢 他们的河堤 堤口 掘口了 就我们讲了 河堤亏堤 那掘口通常一开始都是小小的 二十公尺而已 可没想到呢 从白天的二十公尺 到了晚上 扩大成五十公尺 那你现在看到 那这一绝口就是河水倒灌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湘潭市的湘潭县 其实就是一个地级 就是地方的一个地级的城市 对 那照道理呢 是不会有这么多的救难人员 解放军 或者是由央视亲自报道 为何 因为它的历史地理背景相当重要嘛 它是我刚才说的 算是毛泽东的家乡 就是一种圣地 加上历史的背景 所以呢 央视破天荒 以紧急报道的方式 来做一个插播 此外呢 现场还派了 包括有 六十艘的州庭 六百名解放军 两百 两百余名的救难人员 一百一十台的专业 这个装备 因为此地不可以让它 这个过于受损 另外在衡阳的月灵村 则是在礼拜天上午一样 发生了山体坡体滑坡 大家看一下 那个山体滑坡 造成最可怕的灾情 当然就是土石流 这个巨石下来一砸 结果呢 没有想到 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民宿 半山腰的民宿 看到没 大概就几层楼的建筑 立刻被这土石流给掩埋 你知道里面有人吗 报告主持人 我跟各位说 还有一个叫做称州 称州的执行士呢 则是有被民众拍到 这个滚滚洪水一来 结果一艘船 你看 真的是十万火鸡 前军运法就撞到了一个 我们说的水电站 等一下 这边有人吗 对哦 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们应该赶快了解一下 撞上水电站 十秒后船体沉默 整个就直接从他们的下方 霸体那边跑一飘走 还好报告主持人 没人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气 那当时在拍的人 更不知道没人 那他当时整个心揪在一块 他心里想船上的人全军覆没 好 那刚才讲到湖南的称州 知新市呢 还有一个状况 也是让人家看了觉得 非常紧急 就是有一群人 因为这个洪水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你去看到 有没有 哇 这些人在爬绳索啊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水淹 水淹到几层楼 三楼高 好我再讲一次喔 水淹到三楼高 其实我这三户人家就被困 那这时候救难人员呢 他没有办法渡过这滚滚洪水 怎么办 你只能架绳索啊 最后是用横渡转移的方式 哎呀真的 称州啊 他真的是水淹的 让大家破步 没有办法这个 立即来应对 长沙 长沙则是有人家里头的 这个是进步的城市啊 可是家里面你看 怎么变成水淹洞 没办法 因为水太大了 那水是用倒的 那可能没小时破100公里的雨量 所以他家啊 也许可能当时在建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偷工解料 或是怎么样 反正挡都没办法挡就对了 他有想过动物要怎么撤吗 好 一样哦 这是在他们的租州 呃 有 看到有人用船 他想要干嘛 是因为要渡河去避难吗 不对 船上我看到有东西在动 那是羊啊 他就这样一船一船的 载他心爱的350头的羊 你问问 到底是怎么了 不过热带低压不是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知心事迹象局 还发出他们史上难得一见的 暴雨红色警报最高警戒 因为这个雨量真的太大了 台风结构不是散沉的热带低压 怎么了吗 你真的没有想到 它从南方登陆 结果那个风雨的裙摆 居然扫到了这么远千里之外的东北 观众朋友们给大家看了一个 非常诡异的画面 这条江面上 那个雨怎么了 哺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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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跳出水面 吓死人 对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 沈阳73年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雨 背后造成多恐怖的灾情 我知道观众朋友一定懵了 凯米不是海南登陆吗 你灾情不是东南沿海 福建 广东 浙江 加华中 湖南 陕西等等吗 怎么现在我再给大家看的是 沈阳那是东三省 那是辽宁的画面 好 你边看这个水淹沈阳市区 造成30米天根之鱼 我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 原来就是这个热带低压凯米 它虽然减弱为热带低压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 跟它的云系 却在负热带高压 形成了西侧于北面的一道墙 顺风顺水地 把它给带到了东北去 一路向北 所以你去看 沈阳很多人说 我找这么大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雨 还有人讲我们沈阳 我们沈阳现在变沈阳 什么意思 就是同音不同字的那个沈阳 那还有人说 世界上有五大海洋 我们这里是第六大海洋 叫沈阳 那当然这都是民众在自嘲 因为他们就这辈子没见过 这个是什么画面中博 我如果不讲 你会以为说 这个画面是不是在播何船 你是不是在播 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四船 不是 这是沈阳 然后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沈阳在东三省 好 所以我刚刚所说 已经破了大陆东北省份 沈阳降雨是73年的纪录 那刚刚从一个市区空派的画面 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那么繁华的市区上面 除了大家都是如水行舟之外 还有天坑要散 30公尺的天坑 就这样硬生生的 因为道路被水给冲刷 掏空了地基 结果就这样垮下去了 还好 没有车掉下去 是 好 你现在看到了 这狂风暴雨席卷沈阳 结果就有一个人 他说我看到了这辈子 都没见过的景象 就是有一条河流的鱼 好像异象 好像异象 就这样跳起来 好 这边也要跟观众朋友讲 因为这个人他很好奇 他并不是鱼被冲到 道路上在跳 他还在河里 他在跳什么 原来下大雨会导致 河水里的氧气缺少 所以鱼必须跳起来呼吸 到底要多大的鱼 可以打到那个水里面 让这些鱼 呼吸不到足够的氧气 真的是要多大的鱼 真的要用到的才可以让河里面缺氧 好 在辽宁的隔壁镜头移到吉林 吉林大家都知道 临江市与压绿江的距离 也就不到100公里 结果没想到压绿江因为河江面 好 江水高涨 导致江面已经水已经倒灌了 所以临江他就在他旁边 我说距离不到100公里 林江现在很惨 你去听那是什么声音 这什么 这是什么声音 你以为防空警报对不对 你是不是以为中朝 敌机来袭了吗 对 中朝边境有出什么战况 没有 那个是告诉你 洪水来袭大家快逃 最大的敌人是洪水 已经急到要放防空警报了 那为了你快逃 你看压绿江的戒碑 是 不见了 就是下面还有石头 已经不见了 那你看压绿江左边中国 右边北朝鲜 就是我们讲的北韩 对 不晓得北韩那边怎么样 好 那我还是要把焦点 先放在临江市这边 他为什么我刚刚说水淹三层楼 必须要放防空警报 你想想看水淹三层楼 那一二三楼 一楼知道要逃命 二三楼有时候会觉得不可能 结果这时候你不可能 你不得不逃 你结果就会困在那 可能会被火灰淹死 为什么要到三层楼 你去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座桥 好 这是一座桥 这一座桥 你现在只能看到 它的桥塔的塔尖 其他桥身已经完全不见了 桥入口直接被堵死 怎么办 解放军这时候只能做一招 就是土法练钢堆沙包 防止我刚刚所说的压绿江的江水 继续倒灌 倒灌到市区 就堵沙包 解放军就通通去那边堵沙包 不过你现在看到了东北罕见的 因为就是一个热带低压 被负热带高压带过来所引起的灾情 你有见过下面这个状况吗 你看下面这个画面 网友砸锅了 就是市区不是淹水吗 那我们就用残土机 来把这个水给残走 听起来想法不错 但他的做法有错 你看他把水铲过来对不对 接下来他又把这个水铲回去 然后他又再把那个水从那边铲回来 然后再把这个水从这边铲回去 那我叫你来救渣 你在这个地方摆拍 你再玩起水 所以他到底是在摆拍 还是他根本就是来这边 就是并没有有尽心尽力的灾就灾 没有人知道 代表你就是在帮到忙 所以中国在暴雨灾情 先前才稍稍的得到了一些歇息 没想到一个凯米台风 都已经减掉为热带性低压了 却还给中国目前的灾情 雪上加霜啊 真的假的